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農曆新年》之前 《向左望》的节目时间了 在《農曆新年》那时候 我想去年我们都会做一些专辑 或者一些主题是关于一些社会 或者是政治趋势的回顾 所以我想下个星期大家要密切留意 看看我们绝对什么主题 去做一些《向左望》的回顾 但今集都是探讨一些 比较时事性的问题 有《长毛信箱》 所以《长毛信箱》里面 都有两封涵件 就请《长毛》去作一些看法 或者回应或者回答 时间交给《长毛》 第一封是Louis Louis是写过来的 通常他比较长一些的句子 《长毛你好》 其实美国政府是否一直姑息中共 以及令他 即是中共 不崩溃或倒台 以及中国大陆民众 成了美国和国际大财团 美国更深 即是说美国是国际大财团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的奴隶和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之下的奴公 美国相当乐意看见中共政权贩卖数亿计的奴隶和奴公 以及世界工厂 然后他就给了一段东西 就是陈云写的 没有民主什么都不是 老实说 即使中国人继续胡逃下去 继续容忍中共的暴虐和巨夫的剝削 中国最终会有民主的 看看伊拉克 亡国之后便有民主 中国仍是临时革命政府维系的 维系的经济与军事力量 这是世界自由 自由世界所不能容忍的 中国人自己不主动促成民主 就要等到像以他一样 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料 被美国整顿亡国后 由美国人来主持民主选举 不要不信美国已经衰落 美国拥有认世界震慑的力量 在意在利 对于中国民主才是 是富国之道,为国之道 中国自造民主 是为了国家安全避免亡国 我不知道他为何引起这件事 其实美国对中共的态度 当然有改变 因为中共未参与 国际资本主义 全球的生产 和销售 以至到金融 各种的运作之前 中共肯定是对美国来说 一个异己的力量 因为中共所依赖的生产模式 即是说 中共从1949年到1976年 整个生产模式 和美国赖尔 控制世界的生产模式 是对抗的 因为这样 美国和中共在亚洲 在区域上有实际的冲突 很清楚 当然中共不是很想其他国家 真的发生革命 除非它没有办法抑制它 其实一般来说 当日美国和中共的 美国这个国家 和中共的对抗 就是两种不同制度 不同生产方式的 一个比试 一个对峙 所以和今天 中共已经成为 国际资本主义 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对不对 这个生产力是第二 国民总产值是第二 当然它分开就很少了 所以其实他们都经常说 战略性伙伴 他说了美国对于中共的现状是满意的 不是太不满意的 当然进一步令它满意 等于从美国的策略 即是美国的垄断财团 和统治集团的角度出发 中共进一步 受美国所控制是更加好的 但现在已经是不错了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中共自然加入了WTO之后 其实它整个的生产模式 和经济的运作 越来越来越等于资本主义 美国没有一个根本利益的冲突 有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 这一封信也说到一件事 就是有一个假设 如果美国政府觉得 中共的政权有任何变化 其实会影响到对美国利益 所以其实暂在我 这是美国有一派的国策 就是认为一个可以预测 而稳定的对手比一个不能够预测 不稳定的对手 现在很明显 中共自从在所谓的开放改革 到加入世贸的前后来说 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更稳固的 依赖国家资本去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所以在这一点上 美国是不会有大问题 至于地缘政治 或者中共作为一个很大的经济实体 和美国有利益的冲突 这不是根本利益的冲突 跟以前是不同的 所以我想Lewis 长毛刚才的答法到你 都应该大致上理解到 究竟美国对中共的政策 究竟是想中共有任何变化 还是其实实际上 有可能是某程度上 都要在某一些范畴上来一些妥协 还有一封信 长毛看看你会不会回应 这一封信 其实是好像一个意见 但他寄来我们的信相同 这叫快民团结问题 在上年围园燃烧市场 我们叫张文光社辉春 意思是立即普选 我们没有取走而把辉春放在他们摊位 后被政府的利益者见到便约会他们及中联办 而两者都不认是约会对方 用梁爱斯的约会来解话 你们要叫张文光出来解话 平息现时风波 从未公开之派 为利于行动故障行中见面 又不表明身份 我认为是无名事 无名事 从未公开之派 他也不认为 其实他的意思是不如找到 我张文光出来解话就是 到底他们为何反对五公公投 以及为何会跟共产党有物约 最终是 对面自干 是自己提出一个所谓的区议会超级方案 来自圆其说和妥协 我叫了很多次 他也不出来 他也不会出来 我认为这条题 我认为之前 如果你有看左网 或者你有机会 可以上我们官方网站 或者上YouTube 其实我们都有很长 好几集都说到 否释泛民里面 甚至是 比较特别这帮人 为何他们会支持政府的方案 结果令政府方案突然通过 当然如果你用一个经历去看 例如等于有些人 开这个民建团幻笑 就叫他写这个普选法 可能他不送你 这一件事 你就当是一个幻笑 又或者开对方幻笑 别人喜欢 就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这个也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想 在这封信背后 这一个无名事想法 就是说 究竟是不是整个普选 整个普选 整个政策方案改变关键 是不是这么重要 因为这个民主党的变卦 而导致整个事逆转 当然民主党的反对五居公投 令到不参与五居公投 甚至乡尾思路卦抵制五居公投 当然令到香港人其中一个选择 是不能够发挥预期的效果 第二 不能够发挥预期的效果 之后民主党就 将他们和共产党的秘密谈判 演化成为一个政制方案 交给共产党拍版 拍完版后再拿回来 你很明显看到 民主党在这方面 在争取普选中已经放弃了 这个就相当明显 这个放弃 肯定会影响其他的社会运动 因为最少香港人 很多人觉得其实责任也没用 责任也比较重要 这是最起码的 刚刚你说到 有一帮香港人觉得真的没用 不如责任也算 当然 如果我回忆几个月前 做过一个焦点祖访谈 其实有一群 应该是四十多岁以上 有一群六十个人都有这样的看法 我都会很相信 可能是张文光一一脱人的一些想法 就是说都差了这么久 都一事无情 别人都开了一条门 你便冲进去 或者门后面那只是猪扒 猪哪 还是猪哨 总之就什么都收货 可能真的有这样的心态 但问题一样就是 那只猪扒猪哪 或者猪哨 你要硬硬吃 你吃不吃得下 这个很值得大家的心思 要此其一 第二就是这封信 平息现时风波 我不明白 这个无名是读者 现时平息的风波是指什么 其实我反而会觉得 这个风波 现在才刚刚开始 其实也想带出今天主题 就是说回 因为上星期没时间讲 就是刚刚之前 有一些媒体也有报道过 就是说唐司长 唐英年 应该是两个星期前 就去过一个叫做 转盘的一个学术研讨会 你也在场 我听说 我看电视看 我当然在场 李彭飞鸿 我当然不愿意他 他说话 当然闭上厚欄和人 吹水谈闲 所以你听不懂他说什么 这些 只是某一些有计划 有组织有预谋 想想埋位 想贴金康那些 或想插头衰尸 想去听 然后完全不知发生什么事 然后还回办公室做了一阵 然后回Oris拿着电话 看互动新闻 你才知道 怎么回事 他说什么 就是说到什么 车毁人亡 你这些人不要闪门 做皇帝 等等这些东西 当然这两个星期 或者我自己 就着这个话题 都给了一些看法 当然你也会见到 唐司长 踩你很傻 基本上我说完 我还记得那一刻 就是说他给完这个训话之后 急着就走了 因为原本之前的训练 就是说他说完话 接着整班拍摄这个大学照 但是连大学照都没有拍摄他 接着说完就走了 总之就是 由我离开场地去到吃饭 去到翻写 那一刻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知道那些气氛就是一般 但是想不到就是因为 唐司长 就是 口出这些说话 而导致到这么大的风波 那当然 譬如说今天 沈北辉其实都永了 唐司长的说话 有兴趣自己看相关报章 去跟进 但是 我想其实从八十后 从这个社运 反高铁 蔡元川运动 到到和政府之间那种 政府已经申明 和这个八十后宣战 有人就会觉得其实 唐英年这一番 透过轮廓桌 这个公开场合 说这一番说话 其实跟所谓八十后宣战 那其实你作为 作为立法会议员人口 或作为参与社运这么久 经验的人都好 你怎样看呢 其实 有潮张有潮退 对的 正如我所说 在民主党带头 去跟特区政府妥协的时候 当然有一个非常坏的影响 就是说 他一来不会认真地搞民主运动 第二 他亦都对那些所谓 不同意他的人 尤其是左边的人 一般都是敬而远迟 或者抹黑 我觉得是无可置疑的 很明显 但问题就是 将来的政治光谱是怎样呢 就不是单一由民主党控制 其他政党有份 尤其是我观察到 从共产党开始迫上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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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要 去 给些压力 给社运 因为现在社运 在政治上遇到很难题 而自发的群众运动 又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他们无办法 对普通市民有广面的宣传和鼓动 所以他们一定用地标政治的方法 就是第一 那些是犯罪 即是他们已经一无所有 所以结合他们的时候 斗志非常昂扬 第二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 张张明显的地域的争议 因为对低公司争议 你不知道争议什么 有一个结合的目标 这种地标政治或者危机的抗争 其实有好有不好 它容易搞成 但是没有连续性 刚才你提过 就是政治分野 英文叫做政治分野 因为我想这两年的政治变化 令到很多以往我们 对于一些政治分野 可能有些改变 以前就叫做什么 以前有些研究香港政治学者 例如有谁说 原来香港政坛里面分两派 一派叫爱国派 一派叫民主派 当然这个分法背后的话语有问题 就是说你爱国派就是不民主 是反民主的 民主派就是不爱国的 是叛国的 这当然有问题 但是我想现在去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不能够再用所谓爱国派 和民主派去到作为香港政治分野 是不是 政治分野其实都基本存在 就是问题就是 那个位置是 改变了 以前是民主党未做 民主党未做妥协 以及主动为中共背书之前 这个划分 就是说 举例 叫做反对中共一党专政派 或者是争取普选派 或者是争取普选派 跟建制派 或者北京的中共政府 其实是有对壢的 而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是稍微占先的 只不过现在 因为民主党做了抵协 就是变了令那个实力 而这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 很多的社会矛盾值都因为这样的时候 是不能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 例如最低公司 说完就算了 28元就这样 这一路都是香港的弊病 不是现在才有的 所以从某个程度来说 香港的社会矛盾 现在暂时来说是没有什么 即是没有什么政治平台 可以提供给那些弱势者 这是最大的问题 刚才你提到你一个说法 就是说现在虽然你说 其实都有一些比较零声的社会 可能就做一些地缘政治 而都比较活跃 但问题好像不能够得到 市民大众 或者是廣泛群众的理解支持 你都刚才提过就是说 会不会在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现在社运分子本身 在策略上 还有一些要改正的地方 所以你觉得 现在仍然社运的一些 争取可能是平等 公义的呼声 很多市民都听不到 还是另一个说法 或者另外一个看法就是 其实市民本身 某程度上只是暂在对于自己利益 有没有关这个角度来去关注 或者去冷漠某一些议题呢 是 其实我觉得现在各国政党的政治分化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新的时局来临了 新的政治制度也都开始会逐渐见到成形 无论在保守派和所谓泛民派都有个分化 我认为一般来说 法民的主流派经过五军公园之后 他根本找不到抗争的途径 他只可以继续在议会内抗争 这当然是大双元气 而来临的两个选举 其实我看现在大部分的政党策略 都是没有什么大改变 就是残影记忆法 我说什么时候几天做过什么 什么时候几天做过什么 回答一个政治的口号 去取得选票 所以换言之 如果他们是害怕失去中间选民的选票的时候 社会行动会更加低沉 而80后或者其他零星的社会运动 亦都因为这个政治氛围 是比较难有一个独立动员和抗争的基础 但乙鑫泰你对社运的发展都比较悲观 不是悲观 事实上是这样 没有什么悲不悲观 因为在2001至2003年 你喜欢悲观又是不喜欢悲观 你对现实有个认识 就不是等于悲观 你知道是这样的 所以你会更加落力 更加 可以这样说就是知其波 为而为之 这几个星期政坛都有很多变化 有新的政党成立 有一些政治社团 有一些内部的变化 新民党成立 社民党的退党等等 民主党有些人退出 当然有些评论 就会觉得就是 其实政府面对这个情况 不一定会乐观 因为最大问题是 政府也很希望 像刚才我回答的观众 一个提问 就是说 政府最期望就是 任何东西可以预知 可以预测 透过预知预测 可以去管理 可以去控制 但现在这么多 新的政党成立 而政党不同 以前那些政党 一定要支持政府 又或者其实那些政党分裂 又或者有些政党的变化 可能某程度上都超出了 因为现在 政党针对现在的特首 是计划 因为特首快不做了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 开始步向末期 也即使是一个愈來愈的政府 因为它没有一个延续力 而曾蔡权 无论它是好还是不好 都可以说 它是没有一个延续的手段 即使它就算想说 我走了之后找个人来 其实也没有这个 第一它没有这个权 第二它也没有这样的物质力量 第三它也没有吉市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好就是说 整个在朝的人都是在日和尚敲宗 在野的人也是差不多 因为他们似乎是 因为不是很认识到 如果你不在曾蔡权下任之前做 你曾蔡权一些东西都不会给你 就变成了整个运动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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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就是说 现在来这个特首射任 都还有差不多 一年半时间 就是说 是不是等于现在 特首可以什么都不做 揭上双手等 等下放工 然后他亲政府的阵营 会否也是揭上双手 然后用以往那种竞选来宣传策略 成功争取什么 又帮你帮你什么 然后接回席位 然后在野的 或者其实政治上 哪个法国家人 会否都是继续去挣扎 继续去希望他们的关顾 他们的一些议题能够得与重视 就是说 其实这个一谈死衰局势 还是仍然都会延续下去 很难说 因为那些茅图在哪里爆发 结果是如何 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想说 就是说 这些自发的抗争 或者它迫于无奈 所谓 催生游死 就是说他做人 打入锁匙回家 的时候 又记起 我现在要供楼 我现在要买车 或者他已经是 收到五万元 或者有多少钱 在这个问题上 第一个就是远水不能够近货 就是说你拿了钱之后 你只能解决很短时间的问题 但是政府的用心 就非常显恶 就是他希望 那些东西消离民间的怨气 我看不到政府外心做任何事 譬如安了很多风扇 其实 某个程度说 现在是一个利益分配的 分扁制 但问题跟以前的格局不同了 因为以前的特首基本上是阴定的 当然将来都会阴定 但你要记下特首第一个阴定 就是董建华 第二个就是没得选择 就选择了替工 今届就是跑马仔 而在这个跑马仔的过程中 以前不同的马房 第一比较少 第二就是仍然听阿爺的 现在的马房比较多 因为大陆的有钱佬 会来香港 却入了香港的有钱佬 而这个将来的政治权力 无论怎样说 即即即即即即是假普选都说 都好 它是会进一步开防 在这个开防的过程中 你拿了多少天 就看你有多少权力 去决定未来的制度 有没有利于你 亦都是决定 你要决定这件事 就是要决定 你现在直到新制度建立的时候 有多少压力 所以这个增逐是非常之严重 我想是特区政府成立指令 是未试过的事情 你看到唐英年软禁说 就是引遇失伦 软禁说 其实他在某程度上 只是作为公共评论 公共评论 公共评论当然不是告诉你 他们都没有听到 其实他是说给传媒听 说给传媒听 最主要是说给他后面的金柱听 然后我记得梁振英也有回应 当然没有踩多几脚 但也踩多半脚 都认同唐英年说话 但某程度上 我并不会觉得 唐英年说这番说话 有什么很震恙的地方 因为问题关键就是说 第一唐英年说错话 不是第一次 第二件事都很重要就是说 其实唐英年对于一些政治上 和他不同意见的一些团体 或者一些社群 基本上他的态度都会比较是一种很抗拒 我记得其实去年有所谓千年高峰会 我记得有一幕就是说 其实他好像见到年轻人的时候 其实年轻人都对他有一些很明显的 表达不管的行动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如果我们会说 曾权权本身作为特首 面对这意见 他都可以霸一样 焦一面走去 而唐英年可能转头 然后借一些椅 可能对你几刀的话 可能跟着来的特首 我认为唐英年或是阿梁都好 可能对一些弱势社群 意见人士 政治上一些和他想法不一样的人 可能那个排他性 甚至是容忍度更加低之余 也都很可能如果这些社群 团体的力量 如果一些具体行动表达不满 那我们都相信也有可能 政府会有计划地 是针对这些组织 或者这些力量 所以其实我想大家都看回 就是回归过十年以来 似乎香港没有什么 对于这个意见人士 或者对于这些不同意见的人 好像暂时没有什么大的行动 但是这些事情 不担保在将来不会发生 我认为是 现在是一个波索的阶段 因为在民间左翼的力量 或者棘进派系的力量 暂时是有一个暂时的挫折 因为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直接訴訟群众 如果要参与议会抗争的话 他们一定要选择 是否成立政党 或者是否成立政团 或者加入现在的政团 我看他们是没有什么兴趣 相反来说 零星的社会斗争是有的 但是没有人去理他们 也没有帮他们串联 没有人去把事实揭露 和分析 这是非常无奈的事情 当然你刚才说过另一件事 似乎现在社会运动是低潮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很多时候 读一些革命理论都说 任何社会运动低潮 其实是为将来的高潮作好准备的话 当然有人就会说 其实经济环境 亦都是作为社会运动高 和低高就要有标准 因为现在的社会运动低 就是因为基本上经济好了 好像市面的气氛好了 或者人们找工作 月气好像少了 所以其实相对对一些 和社会经济关 一些相关议题 好像是那些人 好像比较没那么重视 比较重视就是 伦理新年去哪里旅行 或是怎样消费 但是我想将来不担保 就是譬如说可能未来 当另一个经济循环来到 或者整个经济 譬如说可能美国经济 其实都未明朗 或者国内经济过热 如果肯换届之前 不太好处理 其实都对香港未来经济 大来隐忧的话 不排除其实这些社会矛盾 或者这些社会冲突 现在只不过是爆 但是因为现在的大气氛 压住而不明显 但是这些爆 不会完全消失 而是慢慢累积 去到将来的时候 终有一天 会慢慢地爆出来的话 也有可能对于 现在的政权 会构成一些压力 所以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 其实对于香港未来政治的预测 很多人当然 如果看回2011年的经济 用经济作为一个指标去看 当然可能背一个比较落空的态度 就是会觉得 基本上政权很顺利 可以做2012年 再加上现在 其实明年也是 北京政府换届时期 当然其实 这个继人人都已经阴点了 当然其实 似乎在这一段风平浪静 或者其实似乎没有大事发生的时期 究竟会不会一些社会矛盾 无论是和土地有关 他有这些矛盾 是的 但是他因为是 没有一个 即是没有人去将这些矛盾揭露出来 揭露出来 所以 就没有办法形成这个抗争 我说的是 各别的抗争 蔡元村的抗争 或者其他抗争 我也见过 但规模非常小 而且也没有办法 能够在他们的抗争平台里面 拿到一个平台 告诉市民 到底现在的制度是如何坏法 如何腐败 所以现在的抗争运动 第一就是自卫性 第二就是没有规则 这当然是很伤 因为人很简单 如果你看不到有机会反对某些东西 你就慢慢就不反对他 现在我想大部分香港人的态度就是这样 我不反对你 但我投票要反对你 所以这就形成了泛民和建制派的 血牙交错的情况 所以在我看上来 这是北京的阶段 至于香港的经济 泛民会不会爆 我看大陆的经济泛民会怎么爆 就是爆不爆 大陆的泛民会爆不爆 现在很难说 但我看不到它有机会可以软着露 但到了什么时候爆就看不到 当然我不是这个预言家 可以什么时候估计到 就是中国的北部是什么时候爆 又或者其实如果你看之前 例如2008年金吾风暴 其实对中国的影响 其实当时也有一些隐忧就是 会不会因为外国工厂的倒闭 或者其实令到很多工人没工作 而令到整个社会有一些相关的隐忧 当然其实很大程度上去看中国内部一些 一些社会问题 其实刚才长短都提过 中国现在这个状况 是对中共的力量一个潜在的削渠 因为地方和中央的关系 已经逆转了 因为中央举例 4万亿的货币宽松 其他万多亿是中央借 就是中央给地方 当然中央要借 中央借要还息 其他地方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例如教育 包括量化宽松 它们要推动经济的财政资本 或者一般来说 日常生活需要的学校 交通等各样东西 都是要地方籌钱 所以地方官吏对中央的敬意 现在越来越小 你最好不要理我 因为你有求于我 举个例子 我看过一本书内有报告 很多大陆的省市 即省内的首都、首会、都会 或者有名的城市 做一个调查 有些包括有工业基础 也有工业在的 有些没有的 基本上地方政府还债 就是它给利息和财政 即是每年要给地方财政收入 三分一 你哪有钱 没有钱 没有钱自然是顶手顶脚 如果当大陆果然出现了经济危机 这当然是中共边场莫及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中共整个国策 就是要打出去外面 打出去外面的时候 不多不少都要训练些人才 这个人才的训练 其实客观来讲 就是说大部份的人才 可能在最终日 他不是很喜欢中共 因为见过了其他事情 所以整个中共的政权的稳固性 是有移民的 第二个我要解释的就是 现在矛盾的深刻处是甚麽呢 就是以前你看到一些边缘的国家 是陷入世无人机的 现在是越来越多核心 即在軸心裏面的国家 好像欧珠九国、美国 其实是财政资本 或金融资本对全球控制的表征 因为这些资本大量进出 其实是希望透过一个金融赌博游戏 获得最大的利润 所以香港现在成为一个所谓金融中心 其实是这样的 而中国利用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进行这个 即它会做一些就是在投资 或者将人民币在那里洗 这个举措 但问题就是大陆也会有一个问题 大陆的问题就是 当它拥有越来越多钱的时候 它又不肯升值 要做一个持续升值 即是它持续温和升值 是做了两个 一个就是量化宽松和各样的钱 太多钱在市场 造成了炒卖的活动禁止不绝 你今天不允许炒地 那便炒房地产 炒房产 房产不行就炒股票 股票不行就炒那样 最后来可能太多的资本 是会炒其他商品 这个当然是非常之 对于大陆老百姓 非常之伤害的事 这是一个潜在的隱优 第二个就是 无论怎样说也好 现在的危机 比如金融危机 这个你看欧洲九国就知道 其实中共走到现在欧洲 或者美国走到一块 说我有钱买你那些债 其实真是白痴 因为你看回欧洲的 几个重灾区的国家 其实你跟他买债 他当然是开心 但实际上最大的债资是德国 即是说德国 法国是作为欧洲的龙头老大 德国和法国都在金融上 在贸易上有这个控制权 这两个国家才是真正欧盟的盟主 所以你走去救那些穷国 都没什么意思 对他们来说 其实德国法国领导的欧盟 以及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 中北美的区域 他们就要搞个自由贸易区 以及远东的中日韩 以至到中东的一些热钱 其实这五大类在滚来滚去 最后的结果 我觉得会类似列宁说 这个帝国主义最后金融资本 时代的金融资本 会引起帝国主义内部国家的 不可调和的斗争 而不是我们想的 在外面 现在他不用在外面 不是我们想像 殖民地的战争是两个国家 或者争夺殖民地 也会有 但其实他不是一个实质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无需殖民地 就是经济殖民地 即不需要一个实体土地 而可能是资金流动 资金流动 资金流动 借钱给你 或者可以垄断国家的市场 他不需要殖民地 所以其实我想要预测 你很简单 爱尔兰就是一个例 爱尔兰真是 2005年暑假去访问 他去了国会访问 就是我们去看社会福利 在国会访问 刚刚他举行一个节目 我就问執政党 我问现在你爱尔兰经济那么好 你们用这个社会契约 去解决你的社会矛盾 我问你现在是欧盟钱的 如果欧盟流动的时候 全世界来投资的人 因为欧盟没有资金 或者欧盟没有资金再来 或者以前欧盟给的资金 已经花光的时候 一定流动 我问是不行严重 现在就是 现在就麻烦了 我觉得真的很巧合 我记得很多我的立法会同事 包括李卓人 都全部记得张超雄 就是我在国会说 他们执政党的 没什么怎么回答 执政党现在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就是 其实刚才说到很多 由这个政局 讲到这个经济变化 讲到全球经济的货币 或者是资金 或者各样东西流通 其实可能不单止对于全球经济 甚至对某些国家本土的政局 亦都会产生影响 所以你说现在的政局 而预测性 亦都会有 看回现在的政政当局 政策 或者各方面的表现 而做一个评估 我觉得欧洲整个局势 已经是非常爆炸性 欧盟 当然美国的局势 暂时缓和了 其实美国应该产生 我觉得美国 循例来说一定会 有一些社会的 或者政治的 欧盟其实已经是 你看看意大利暴动 西班西班西 希腊暴动 无时无刻 阿尔巴尼亚暴动 而北非 北非当然是其中一个 欧洲的殖民地 即新殖民地 即Tunetia 全部都是欧洲的资本 是占大部份 因为它说法文 我发觉影响力很大 所以其实你看到 整个资本主义的危机 是深刻到 已经不用传统的方式 要解决 这当然是一个讯号 但香港就未到 香港就是因为我们大陆 即是祖国的浪漫未爆 一爆就很大件事 那可否预测 如果浪漫爆的话 香港会发生甚麽事呢 如果浪漫爆的时候 即是香港的资金 会被人抽走 香港很脆弱的繁明 就立即不见了 其实这个大陆已经进入一个 以我看来是一个恶性的通货膨胀 恶性的通货膨胀就是说 利息和债 你想想 地方政府和中央的关系会如何 因为中央再叫他做事 他说不如你和他还债 所以他现在说来说 禁这一样禁那样 其实这个地方政府是不会理 因为他们没有钱 是 好 那或者今集《向左往》 节目时间到这一段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